秀記灣外東村商場一道玻璃門 星期五中午突然塌下來 碎片整傷一名五歲女童 女童除了受驚之外 手腳還被玻璃割傷 救護員為她包紮 由家人陪同下送丸 現場是秀記灣外東村商場的入口 到玻璃門粉碎 碎片散滿一地 事發在中午12時左右 女童和家人進入商場 推開其中一道玻璃門時 玻璃門突然整塊向外塌下來 女童失重心跌落玻璃隧道受傷